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中呢 演过翻滚吧男孩的李志凯 他在竞技体操项目拿到了台湾 在本届世大运体操唯一的奖牌 而夺下这个世大运史上第一面的安马金牌 真的很厉害 不止如此 甚至还有人形容说我们昨天呢 简直像是开五金行一样 一天拿到五金 最新是拿到了12面的金牌了 那么今天有哪些项目可能可以夺牌呢 另外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 他们最喜欢的台湾小吃是什么呢 答案是咸酥鸡跟牛肉面 一天可以吃掉350公斤的咸酥鸡跟900碗的牛肉面 另外呢 台湾的民众这几天聚焦在各场赛事 所以每一场的门票呢 现在都卖得下下轿 已经卖掉超过了七成了 不过比较可惜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开幕式反恋改团体去闹场 还吓到了这些选手 那么昨天呢 好 丢职两枚烟雾罐的嫌犯 在昨天终于抓到了 叫做陈静天 另外一个打警察的黑衣人也找到了 他们都是南台湾抗暴联盟组织里面的成员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呢 好 另外真的让人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就是通缉犯 陈尤华留下了700亿元的债务 潜逃到中国去 没想到现在要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 到菲律宾去投资哦 而且金额真的是超吓人的 他要砸11兆的台币 建立当地最大的一座经济开发区 面积达到了3000公顷 还打算要打造菲律宾第一高楼 所以大家就觉得真的很扯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立法院协商前瞻预算 今天不排除要表决大战 蓝营方面真的是在恶意杯葛 他们提了1万个案子 甚至连金刚筋都抄上去 说要让蔡英文好好的看清楚 那难道呢 蓝营县市都不想要拿到这些 省前瞻的这个预算的部分吗 那么这些杯葛 民众又会如何的看 我们稍后要一一解读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 姚立明 姚老师好 大家午安 好 另外是民进党立委 管碧林 委员好 大家好 好 资深求平李毅生 毅生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何博文 博文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还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颜若芳 若芳好 大家好 好 上后的资深求平许维志 还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洪梦凯及政治评论员 余妹妹都会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一起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 世大运反驱攻赛 男团女团双双拼进金牌战 结果如何呢 带您先来了解 世大运反驱攻赛 男女团双双拼进金牌战 再度碰上死对头 男韩队有不能输的压力 男团大头阵 魏军衡 彭世诚 邓宇诚出战 要替前一晚棒球复仇 但第一局中华队就开始落后 第二局又出现失误 最后以0比6败给男韩 夺得银牌 今天这样子射 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我们也觉得 我们每个人都有 突破自己的目标 另外最被看好的女射手 谭雅婷也领着女团 雷千银 彭家帽 紧接在男团之后 要和男韩争夺金牌 上届光州世大运 两国也在金牌站碰头 中华队曾让男韩 四连霸梦碎 这回双方都很平 双方拟来窝望 最后赞成4比4平手 进入加设 但男韩射出三支满箭 摘下金牌 中华队屈之银牌 我们的实力不输韩国 对 因为在就是落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发挥 我们的潜力 对 发挥自己平时的超水准 然后跟韩国打 经过早上这场比赛之后 我要抓紧下午的机会 希望能够为台湾 留下一面金牌 男女牌反举功 没能成功复仇 击败男韩 但精彩表现 已经让满场观众 热血沸腾 三星文综合不导 好 其实昨天 大家都热血沸腾 参与电影纪录片翻滚吧 男孩的李志凯 在安马决赛 他拿到金牌 整套动作 99%都是汤马士回旋 打败了各国的好手 也带来看看 双手一撑 跳上安马 李志凯全神贯注 绷紧身体 每寸肌肉 开腿绕马回旋 重心不断在两手间切换 从马手撑到马尾 再来一个倒立旋转 下马完美落地 接受全场欢呼 这一刻胜利已经到手 精准高难度动作 李志凯拿下15.3分 金牌入带 这分数足足比银牌选手 高出0.267分 看到第一名的时候 其实内心真的是超爽的 对 因为努力了那么久 终于好像熬出头的那种感觉 这一仗赢得漂亮 靠的就是他的招牌绝技 汤马士回旋 类似地板动作完整移植到 安马上 双腿张开 比起常见的并腿回旋 难度升级 李志凯这套安马 99%都是汤马士 现在最想感谢就是 安心教练 因为从小他把我拉拔 到现在 然后就是没有放弃过 过地下来 我们真的眼泪都快飘出来 因为我们期待这个奖牌 期待很久 15年了 终于熬出头拿下金牌 连日级教练冰田真雄也赞誉 李志凯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安马选手 第一名当之无愧 美洛蒂娜 伊莎娜德华跟妈妈德华 全面是模糊的东西 这样子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的感受 真的是值得替他骄傲 很高兴 我们都一路输 但我们真的很想赢一次 那我们很谢谢志凯做到 男孩一路翻滚成为男人 纪录片有了完美结局 然而李志凯的体操舞台还要继续精彩 下一站瞄准亚奥运 要称霸世界第一 三一七位熊杀薛明 偷导 真的很棒 李志凯在世大运拿下了金牌 走到成功这一步 他真的是克服了自己的心魔 去年里约奥运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参加体操的台湾选手 但是意外落马 无缘晋级 后来呢靠着教练带他到大卖场训练 重新磨他 让他练胆量 这一次一举夺金 也带你来看看 翻我们男人 我是阿凯 从男孩变男人 李志凯十二年的体操苦练 终于翻进了奥运殿堂 也翻出这一届世大运金牌 跟十二年前电影翻滚把男孩里头 那个练习到哭的蔡奇阿凯 完全不一样 从小早起天天拉筋 每天生活就是安马地板 在魔鬼教练阿信的训练之下 李志凯用招牌的汤马斯回旋 在国际赛事搭下名号 他从赛事场找到了小朋友 所以人家都称到赛事场看 就是每次练完体操 就回到赛事场 去表演各种动作给一些婆婆妈妈 然后去看欣赏 十几年来每天辛苦练习 终于成为唯一一个代表台湾 参加领域奥运的选手 但是赛前一年却意外骨折 无缘晋级决赛也留下阴影 七月七号是我那时候 奥运前骨折一年 我在阿玛部分 其实就是比大家更有特色 我的阿玛部分 基本上99%都是以 汤马斯的动作去发展 奥运上的不完美落地 无缘晋级前八强 但李志凯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世大运阿玛决赛 也让李志凯完美凤亡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走过第一潮逆转胜 我们也来看看 我国女子举重选手洪万婷 她在这个抓举的部分 以这个101公斤 本来是落后哈萨克选手7公斤 就后来在停举的部分 她挑战126公斤成功 以总和227公斤 一公分之差 一公斤之差呢 险胜了对手 也是戏剧性的逆转胜 拿下了金牌 分了一局 红万婷成功举起126公斤 原本落后屈居第二 就是这一局 大幅超越对手 让她长道拿下金牌滋味 红万婷比赛一开始 就以抓举101公斤 大幅超前其他对手 只落后哈萨克选手 哥里切娃 当时抓举部分 哥里切娃三次挑战 来到108公斤 比红万婷多了7公斤 停举部分 哥里切娃举出118公斤 红万婷即起直追 第二次试举 就挑战126公斤成功 总和227公斤 戏剧性的逆转胜 恭喜 郭信纯前两天 才在58公斤级 拿下金牌 停举部分 更是破了世界纪录 激动的跑上舞台和教练拥抱 在颁奖台上 旁边拿到同牌的北韩选手 表情沉重 这次红万婷再以69公斤级 再添一面金牌 笑容藏不住 反观旁边的北韩女子选手 恰巧也是同牌 似乎担心回国之后的待遇 完全没有得牌喜悦 明显看出民主和极权国家 选手心情和面对压力大不同 财力新闻 这几天街头巷尾 大家都在讨论世大运 大家没想到说 表现怎么这么好 尤其昨天一天就有五斤 大家说好像我们在开五斤行一样 总共到现在 总够12斤创下新高 所以我们看看 连报纸头条都这样讲 一日五斤 我12斤创新高 那么这也超过了 体育署原本预期的 所以大家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有主场优势呢 是不是我们台湾民众的热情 让这些选手的意志力更强了 好 来 姚老师 应该是吧 至少这两点 原来不是我好像听说 这个体育署的目标是双七 说排名第七 然后等等七 金牌数七面 这个早就超过了 而且我认为应该还有好几个 好像应该三面以上 应该还有机会 包括羽毛球 那个世界第一的 对不对 那个200公尺的那个男生羊 杨俊翰 还有这个詹 詹氏姐妹 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机会金牌 所以我们说不定是七的两倍以上 都有机会 那我自己最喜欢 有几个项目 除了田径以外 我最喜欢看到那个排球 我最印象深刻 那为什么主场优势 你看那个第一次上场 第一局 对法国那一局 就非常清楚了 那对法国那一局女子 那个落后 第一局一路落后 这落后到16比20了 眼看的那个第一局就要丢掉了 可是就翻转 开始翻转 23比23 然后最后23比23 25逆转 剩了第一局 然后直落三了 那那个转断 那个时间只有那个 十几二十分钟啊 那个观众几乎是每个球 不管进去了没进去出来了 那个拼命给自己的女排加油 你看到那些女排那个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是很兴奋的 他们是很想在观众面前 再杀两个好球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主党优势还是有的 我想那第一个举重的金牌 这么郭小姐 她应该第一次记者会 很明白的讲这个主场 给她很大的鼓励 然后举起来那一场 所以我想 台湾这一次办十大运营 让观众朋友们这么踊跃的参加 对选手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也让我想起我参加北京 我大概看了二十几场比赛 那所以北京那一次拿了 大概第一名 所以你看一下 中国拿了第一名 大概也是一种主场优势 虽然北京的观众 我必须说了 他自己本国的观众 大概都是被安排来的 我看了二十一场 各种球类跟比赛 田径赛 大概四周围的 大概都是那种老师 被安排来了 有一次我这样 站起来呼喊那个裁判的时候 边上还站起来几个安全人员 好像衣服又 我想一下 我自己吓了一大跳 我自己吓了一大跳 那个party的感觉完全没有了 害得我又默默地坐下来 再也不敢乱叫了 那可是我们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 虽然我们自己的国球看样子 让许多的传统的观众有点失望 可是我觉得许多项目 大概观众都很少的 过去 可是这一次都非常非常的多 给我们的选手很大的鼓励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次夺金很大的原因之一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让大家觉得说 哇 这么厉害 到目前为止拿下了12金 那应该还有其他的拿到金牌的机会 那当然除了这些选手的努力 一离之外 还有主场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大家非常卖力地加油 鼓励这些选手 好 那当中呢 尤其昨天 大家都在看的是竞技体操 这个项目是国际间运动赛事的一个主流 所以你要拿牌的话 真的很不容易 但我们的李志凯 他夺下了世大运史上第一面的安马金牌 好 他小时候还演过电影 翻滚吧 男孩嘛 所以这个故事真的蛮有趣的 好励志哦 对 他从一个电影的孩子 到现实人生 他在世大运夺金 其实他在去年奥运失败的时候 我就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历练 因为对台湾的选手 大部分选手来说 我们在一个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 抗压性非常重要 你的技术 你的天分 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理素质 所以去年旅游奥运动大场面的失败 其实造就了他 今年他为什么可以在世大运这个舞台上 发挥他的水平 另外就是其实国内的运动们要注意 其实我们在体操项目过去这几年 安马跟跳马这两个项目 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 我们在这方面的选手 绝对有能力可以在世界级的大赛里面 夺下锦标 所以李志凯 他这样的一个立志的固执 不只是个人的成功 我相信对于国内运动迷 对于所有的体操运动发展来讲 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好 除了这个李志凯之外 洪万婷也是 这两位都让大家觉得 光目相看 这李志凯他其实是这个罗东的公正国小毕业 大家知道在这个宜兰是比较算比较偏乡地区 其实他的这个资源不是像都会地区这么多 那他从小就被拔着到这个体操队里面 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这个李志凯说 他是赛奇小孩赛奇小孩 李志凯他小时候他常常说 因为他从小筋骨很柔软 他最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自己这样塞塞塞塞到 你知道这个市场很多的摊贩 不是会端很多的菜 会有一些塑胶桶 甚至有一些是当做垃圾桶 那他会利用这个塑胶桶 他就把自己身体缩到里面去 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这个他从小在这个市场里面 人缘也很好 他经常在这个国小这个体操 就练一练之后 出来就到赛市场练给婆婆妈妈看 可能是简单的这个前滚翻后攻翻 就逗着大家妈妈笑 大家就觉得开心了 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心的小孩 那他其实国中毕业之后 才国中毕业 其实国中毕业也没 就是还是小朋友了 就是他就跟着这个教练到桃园去 去接受这个体操训练 那所以他说他其实在过程中 他其实常常在忍受孤独 那他的这个林教练也说 他其实很压抑 他本来觉得说这个李志凯 应该是到2020年才有机会 拿到所谓的奥运的这个资格 没想到他在2016年李渊那次 他就拿到奥运的资格 他也很努力很拼命的去做 别人如果练到这个一天 这个练到下午六点半 他一定练到七点 就是他一定比别人 再多个三十分钟多一个钟头 就比别人更认真 可是这个就是这个天有不侧风 就刚好他这么努力的练习的过程中 他在奥运比赛前一个月 就在这个练习过程中 他脚去拉伤 他的右脚好像拉伤 那拉伤变成他可能 如果要做这个全能竞赛 就变成可能会比较逊色 所以他后来就选择 做这个安玛的动作 因为安玛的动作 他可能比较用到局部的 这样的一个肢体就可以 所以他后来非常运用 他这个安玛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长 所以大家常常讲说 他那个所谓的 汤马式回旋 非常的漂亮 就是说那个全场 几乎就是让大家觉得 这行云流水般 为什么 其实李志凯他后来讲 他说他后来 他自己的那个感觉 就是说他过去在比赛 他很紧张 但是当他练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他觉得他是在享受比赛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本身的 他的境界也提高 因为他觉得 他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所以他把自己发挥到最充分 所以他这次在世大运里面 确实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还有另外一位洪万婷 洪万婷的部分 对洪万婷的部分 他在举重的部分 也是这个险胜对手 那大家也看到就是说 他其实当时 大家都替他捏把冷汗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这些运动选手 他们要付出的努力 真的是非常多的 那大家也觉得 很意外的是这个华伦溜兵 华伦溜兵到目前为止来说 是我们台湾 这个代表队最大的金库 那一开始好像也没有很多人 料到说这个项目怎么这么强 其实华伦溜兵在台湾 他在台湾的普及度还蛮高的 但是因为他不是亚奥运的正式项目 所以其实一般的运动民或一般的民众 对于华伦溜兵并不是太了解 其实过去这一二十年 台湾在整个华伦溜兵的发展上 做得相当不错 不管是我们的专业的选手 或是我们整个教练整体的素养 在整个国际舞台上 其实我们是很有竞争力的 所以这次华伦溜兵 他这样的成绩 虽然有点意外 但是也不意外 因为过去只要是在 非奥运的项目里面 华伦溜兵这个项目 我们的整体的选手的实力 我们在整个国际间的排名 其实都是蛮好的 所以他成为世大运的大金库 说意外也不意外 说意外也不意外 对 尤其是我们高雄 对那个华伦溜兵的感情特别深 像陈彦诚 他就是我们高雄的选手 那这一次成绩也很好 那高雄市 他有一个非常高档的 华伦溜兵的场地 那事实上我们国家 华伦溜兵的 这个国家的代表队 他们的集训 在最后一个月以前 当然最后一个月回到台北 因为他们要熟悉 这个比赛的场地 那在最后一个月以前 我们国家代表队 华伦溜兵的训练场 就是在我们高雄人舞的 这个华伦溜兵的训练场 那为什么高雄会盖 这个华伦溜兵呢 因为我们2009市运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天 就拿到金牌 就是华伦溜兵的金牌 然后整个沸腾起来以后呢 我们高雄市运的票房 就因为两件事 一个是开幕式 一个是第一天就拿到金牌 我们的票房卖到那个 从台北去的一个 60到70岁的乌鸡上 从我们小巨蛋的那种体操场 他第一天就看到 看到每一天每一天 票根都留着 到最后一天 他买不到票的时候 在那边高喊高叫 说为什么买不到票 结果最后呢 我们高雄市运的那一天 那一次的票房 我们所 我们说是赚了啦 所谓赚了就是说 我们本来全部就是会有一个统筹 一个总体的财务 那在总体的财务当中 票房的收入会有一个预估 结果最后呢 2009市运的时候 那个票房的记录呢 就超过了我们预计的2000万 我们就简单地讲 就是赚2000万 那赚2000万 大家都觉得说 第一天拿到那个 华伦溜兵的金牌 是很重要的 那像陈彦成的话 他就是高雄的选手 那因为高雄有一个很棒的教练 就是黄锦隆教练 那大概很多的溜冰的选手 都是黄教练他带出来的 一手带出来的 对一手带出来的 所以现在陈彦成他还有机会哦 我们要跟陈彦成加油的是 因为马拉松赛是要到最后 对 所以那个华伦溜兵 还有马拉松赛这一次 那陈彦成他在去年 我们高雄举办的 国际的竞赛的这个 这个黄轮溜兵 这个国际的赛事当中 他一时疏忽提早 没有转完 所以呢 就痛失了金牌 那希望说 我们这一次世大运 陈彦成 你跟大家一起 最后跑马拉松的这一次 希望说要拿金牌 还可以拿金牌 对对对 还可以帮我们拿到金牌 大家替他加加油 好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若芳 你怎么看 因为一开始 世大运在举行之前 很多人都说台北市民都无感 大家搞不清楚哪一天 开幕哪天闭幕 都好像搞不清楚一样 所以大家就想说 怎么搞的宣传好像很糟糕 结果没想到现在 夯得不得了 大家都在谈世大运 其实应该是说 要多亏了开幕那一个 我们市府讲的 警察去讲小意外 就是反年改的人到现场 那因为其实这样子 大家才注意到说 原来世大运要开始了 那我们不可以让国际看到说 我们很多场馆都是空的 比赛的项目都是空的 没有人去看 所以其实到那个开幕式的时候 从那一天晚上开始 每一个票 从我们本来是卖五成的票而已 现在已经冲到七成至八成 很多后来就突然出现 我们很多选民打电话说 哎呦没有那个滑冰的票啊 可不可以买 哪里买找不到 我们就说那你要去现场 他们其实全部一 那个就全部疯有了 那说哪里可以买票 其实他们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天的那个开幕式的反年改抗议 他们觉得国际闹了笑话 但是后面的这些赛事 一定要扳回一层 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我们的软实力 是可以把这些赛事 通通一项一项把它办好 所以大家都说 一定要去支持 现在冲到一定要八成的票了 所以这也要谢谢 那个反年改的人 那天闹了一下 让大家看到说 世大运开始了 在台湾这么一个重要的赛事 那其实刚刚也有讲到说 我们夺牌的有很多个 那其实在这之前 我有跟体育局长也有聊过 他其实对这个主办单位 可以自选项目 我们选了七项 就有举重 有射箭 有羽球 有高尔夫 棒球 滑轮六兵跟武术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台湾 很强的项目 那虽然刚刚我们委员有讲到说 滑冰可能之前 大家比较不知道 可能从试运开始 可是在北部的人 比较不知道说原来 我们有这么盛行的一个滑冰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说 滑冰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说 他就是溜子海人 可是是非常近数 很好看的 所以那时候体育局长 现在当然说 我们这几项一定会 就金牌 一定会 然后我们说 那你怎么评估 他们其实在这会前之前 就有开了一个专案的评估报告 所以你看像戴志颖是羽球 还没有开始打 举重其实在上次的里约奥运 我们已经有一个 标榜的人出来 其实台湾有这样的选手 所以我今天才在跟体育局长聊了一下 我说 听说可以破20面 你自己觉得 他就笑了一下 我不敢讲 但是希望 能够让台北 台湾这次办事大运 让国际知道说 台湾其实我们有非常优秀的选手 都在我们自己国家培训 能见度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软实力 跟我们的选手都是很棒的 所以希望让国际舰大家都看得到 我们软实力 还有这些选手们 大家有多卖力多棒 不过大家也讲到 为什么姚老师 像这个世大运之前 大家都很担心 想说这下子惨了 好像都很冷 台北市民也觉得说 到底人家怎么办 我也搞不清楚 只知道好像有什么交通方面 会有一些规划等等的 但现在没有想到 办了几天之后 就现在越办越好 我当然不能够去证明 或者是确定 说为什么票忽然卖出来那么好 尤其是因为19号前一开幕 前一天市政府还是不到四成 大概三成多的票 那现在已经都快了 超过七成几乎加倍了 那我说不能确定的是 我不知道跟19号那个事情 有没有关 让大家对于世大运 不管是注意到了 或者是关注了 或者想用这样子的回应 去看节目来对这样子的抗议 来表达大家对于这个体育的支持 对于运动的支持 所以这个当然 我相信有一个我关系 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 这种比赛本来就很少在台湾发生 那你要到世界各国 去看这种国际级的比赛 虽然不是奥运 可是它跟奥运的层级 并没有差别很大 那你去看还是会有一定的 这一个感受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各种赛事都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观众 当然就会更踊跃的来去参加 你像这个棒球第一天的 那个 这个满根 昨天韩国那个 人家都没票了 站在门口排队那种状况 小朋友还在哭 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完全热情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完全不一样 连没有台湾队的 我看那个都满满的 都有很多人去帮忙加油 对不对 好那我请教一下维志哥 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项目 可能可以拿到金牌 体育署在预估里面 我们上一次是排第七 当然以台湾 因为我们这次选办 选办的比赛有七项 必办有十四项 那我们当然像这个 那个所谓的体育署预估 那个叫做 火轮六兵要十一面 现在拿到八面是九面 其实因为它是我们选办 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还有羽球举重 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里面 感觉到让我们台湾民众会感动 是因为在这土地上 我们几天前面讲过 它是一个小奥运 那么在明年 雅加达有一个奥运 2020年东京奥运 希望用台湾的名义 加入这个东京的奥运 也代表我们这是一个明星士气 那当然我们不得不又提到 我这个专场讲一下 昨天那个像那种棒球 其实你看为什么凝聚那么多人 因为棒球来讲 是多年来台湾的给的资源 观众关注度最高的 像昨天说韩国说 今天好像很多民众 我们在讨论区 大家好像一路上都没有那种 好 昨天很多人失望 这个部分 世大运昨天棒球赛 我们怎么输给南韩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昨天晚上很多人都不出去 就在家里等这场比赛 世大运棒球赛 昨天台韩正面交锋 但很无奈的 我们最后是以3比6败给了南韩队 宗教头郭李建夫说 他觉得输在细节真的没借口 只能够跟大家说抱歉 我们带来看看 台湾之战 中华队派出混血 左头帅哥林安可挂帅先发 第一局才让南韩打着 三上三下 第二局就出现乱流 徐浩泽这棒扫穿中间防区 南韩队靠中华队的失误爆头 先拿下一分 好在下半局率先上场的苏志杰 给了中华队一记强行针 苏志杰攻占二壘得点圈 范国城紧接着补上 强劲内野滚地球 中华队也拿回第一分 追平比数 可惜四局上 中华队又被敲两支安打 加上手被自乱阵脚 单局丢掉两分 第五局张敏勋用高飞牺牲打 护送队友 助中华队追回一分 六局上南韩队把握中华队 换上吴俊杰中继 剧本贺敲出带有一分打点的 左半边安打 而随后中华队范国城 也献出一支杨春炮 让全队精神为之一振 九局上的在线两分 中场中华队三比六 不敌韩国确定五元晋级 而赛后球员们 汉宗教练也出面 说明输球原因 输了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借口 选手们都尽力了 大家都也是拼的 当然就是输在一些细节上 投手状况正好被换下场 满壘没得分 三磊被左头牵制出局 还有没及时回传球等失误 让棒球四强没机会 中华队只能向球迷们说抱歉 这回主唱让大家失望了 三磊新闻台北总部导 真的好可惜 我们跟前四强无缘了 那他们是说呢 只能够跟我们这些 这个民众们说抱歉 那当然大家要了解一下 到底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不是输给韩国 是输给自己 输给自己了 我们在运动心理学上的讲 如果在关键的时刻会产生失误 代表我们的球员的训练 不够扎实 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 不是在我们这里吗 对不对 玻璃健福讲的说实话细节 说什么 董棒球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所谓手背 跟跑壘是最细腻的 我们这次的选训委员 都选那个什么 打击特别好 土耳朵 打击比较好练 但苦练手背 不太愿力 你知道八局下半 一三人有人 一人出局 总共有十种得分方式 安打高费新生打爆头 或者鼓翼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因素选择 总共十种 偏偏被看到 四十年来 我们打棒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 一三雷的三雷跑者 被左头手给牵制出局 这没看过 只知道右头手 会牵制一雷一雷跑者 所以这个信力度 如果说我们也不能 科着球员 他说他苦练 第一场比赛 我们输法国 王政堂那边求 那边求这些三 那就是进决赛 为什么会失误 就是平常我们球员 信力度不够在什么地方 棒球的手背 跟倒这个跑壘 都是平常要训练 我们的选手你说苦练 苦练苦练再苦练 为什么没有办法 像日本 像韩国或美国 说起来 天文棒球场 韩国他会很熟悉吗 没有嘛 昨天下雨的话 条件是一样 这个代表我们平常的 科学化训练出问题了 我们的训练机制有问题 才出现这种 到底是防守野球 还是攻击野球 所以我们在投打手 林安可投五六三分之二局 九个三阵 他投得很好 昨天的隐形失误 那个苏智杰 左奥野手 要投不 要传不传的 加上这个 我们一连手的这个 本来double play了 那个double play 如果做起来 那两分就不好了 昨天六分里面 有可以说五分 是我们送给人家的 我们的三分级 扎扎实实 怕来 所以我就说 这是我们的 而且我们的选手 完白完去比 我们等于三分之里面的 职业球员 加准职业球员 是赢过韩国球员 那个崔彩星 前天才对那个 捷克队 投119球 昨天出来中纪 其实这两个 他们的 因斯荣跟崔彩星 如果在我们中华职棒 咋就被打爆了 那这里面细节 也拜托我们中华 承办代表队 未来的国家代表 我们还有2020年的 东京奥运 不要在一天到晚 想要赢韩国 靠志气 你就是要赢日本 赢美国 刚刚我们的 那个 何以来给我问了说 什么时候我们赢过韩国 2006年多哈亚运 靠着郭宏志 靠着陈金峰 陈庸基 多久了 A级的韩国队 我们已经十几 2006年 多哈亚运 很久了 那多久了 就是说我们对韩国 连这个大学队 我们都赢不过 我告诉你 也不用气馁 有时候发生这种事情 对我们的国球来讲 当然有点伤害 不过这时候 话说回来 是不是在我们 某一些地方来讲 我们的选训来讲 基层的训练 就要做改变 因为我们的球员 不太喜欢苦练守备 细节都藏在魔鬼里面 那些紧张 是要判手 是谁人家一本队买 香港队买 是我们的判手 所以当然我们选手 不能科着 但是小地方 我们以后真的 不要说是衰败有荣 这就不要再讲了 我们希望就是自己 努力把这缺点把它改善 真的啦 有缺点的部分 要把它检讨 然后要好好的改善 我们也来看看 其实人家王定宇 本来昨天很想请鸡牌的 人家还有这个祭品文出来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王定宇委员 他脸书po文寄出了祭品文 他说如果台湾棒球 打败了韩国的话 台南归人永康这两个地方 他要发鸡牌啦 两百份啦 就这下子省起来了 另外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 像是这个教练杨青龙 他也点出了中华队犯的 四个旺季的错误 哪四个 第一个夹杀 接船的人 所形成的一条线 旺季避开跑者 第二个补位的部分呢 一垒出来处理滚地球 投手旺季一垒补位 好传球的部分 二垒有跑者 外野手接到 忘记要传本磊 想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好牵制呢 好我们看看这个 三垒跑者 忘记投手会牵制 那也这样啦 那另外就是这个 体育主播徐展元 他也说气到哭不出来了啦 真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怒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嘛 好来 其实喔 台湾棒球跟台湾篮球 有一个蛮类似就是 我们打的都是天分球 打的是气势 打的是手气 因为我们的球员真的蛮有天分 台湾又有这样的一个棒球环境 所以为什么这些基础会差 因为我们的基本动作 跟基本观念不好 这就是从小学 从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的 养成出现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日本职棒 跟韩国职棒 比起中华职棒 当然它更细腻 不只是防守好 团队的默契 球员的观念 还有战术执行力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 不管是四个旺季 还是我们的失误 还是临场抗压性不够 其实都跟你的基本动作 跟基础有关 所以这来自于 国中高中这个阶段 球员的基本动作 基本观念 战术执行的养成 你能养成这样的一个 非常踏实的习惯 然后充分直觉 反映在比赛的现场 压力越大 你的细腻度越高 那么你的成功率就会越高 所以我还要另外 再帮中华队讲一句话 其实这种实力 差一点点的比赛 我们的实力 应该要比韩国好 但是这就是比赛 而且大家想说 有主场优势 有主场优势 反而压力更大 尤其是这些 还没有进职业的球员 进职业你一年要打120场 但是这些要进职业的拳 其实它的抗压性也好 它面对大赛的压力 还有很多球员 可能还没有看过 满场有一万人 在帮他加油的比赛 我以篮球为例 陈英俊 他从来没有在 一万多人面前打过球 他从美国回来 那种压力 那种责任 那种想要赢的决心 如果你的基本动作 基本观念不好的话 你是很容易失常的 好 不过今天晚上 又要遇到韩国了 南南台韩大战 那今天的情况 到底会怎么样 球是圆的 好 我来讲一下吧 今天的台韩大战 今天早上七八点 我的朋友就在现场排队 排到刚刚一点多 他跟我说 大哥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因为买不到票 但是其实早上十点半 大会就有举牌 告诉后面的人 已经买不到票 你们可以走了 可是到一点半 他们还不肯走 大概太阳底下 排了六个小时 就是想要看 就是想要看 妙的就是我们中华男男 不会拿牌 你怎么知道不会拿牌 行政当局 你拿牌我请你吃饭 真的拿鸡牌吗 所以篮球的世界 跟其他运动 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我们常常讲说 以快至高 男子篮球没有以快至高的 你180公分 他210公分 跑得比你快 跳得比你高 所以男子篮球 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女男 还有不同于其他运动的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 所以我们能够打进前八就是奇迹 正常来讲 我们今年可以在九到十六名之间 所以今天晚上八点的中韩之战 其实球迷想看的就是好球 中华队有没有打出自己的篮球 打出自己的风格 以前三场比赛来看 全满 两场在小弟在一万六千人都满 第三场在和平体育馆 五千四百一十一人都满 昨天晚上女男 你相信吗 女男会有七千五百人 尽管进球场 我跟你讲 台湾女男四十年来没有这样的观众 哪有可能七千人 女男是有可能打进四强的 但是男男不要说四强 我们连八强大概都打不进去 可是球迷还是捧场 为什么 这就是挺四大运 这就是国族的情绪 还有这就是台湾运动 其实无所不在 我们应该更重视这样的国际大型运动 好 这国际大型运动 其实也有很多的美感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其实如果这个场面真的很大的话 那他们的心理素质就很重要 那当然这个就像俄罗斯的教练 那个体操教练 他就讲他不是教技术 他是在教什么 他在教他当心理导师 我天天不是讲吗 球员来讲技术面 平常都是一直练 刚刚我们李球平讲的 就是从基础一直练上来 到了重要比赛的心理层面 我举个例子 像古巴球队 我们很喜欢接待古巴球队 有一年古巴的那个 荷西梅莎总教练来 那我们就问他说 古巴球队从少棒到 城棒这么强什么原因 他说我们赢球才检讨 输球不检讨 这个跟台湾不一样 对啊 台湾啊 张苏基一定叫 诶 陈冲廷你冲 对啊 赢球干嘛还检讨 对啊 苏志姐你想要骗人不骗人 你为什么会失误 古巴为什么说我干嘛去 因为像陈冲廷他昨天 那个失误他自己也很自责 在休息室也有 王政堂第一天输给那个法国队 说他也是要靠出来 那古巴都说这个不用讲 球员知道 为什么赢球才鼓励 比如说河南特使 你昨天那个紫插球 投的有够棒 紫插球 滑球 诉球 把日本队击败 你昨天要不是靠着 你集中在全的党纹 击败美国队 球员他的那个正向的 哇 我昨天covered 是好好 我就是会赢你嘛 那当然 不过我们台湾球员要一半一半 也要鼓励 当然也要检讨 那欧美球员 像那中南美中 那欧美国一样的 你不用骂他啦 他也很认真啊 所以你鼓励他 你看那个球员 他一直表现他的自我 我们的球员这次在 比如我们看郭信淳也好 或是我们在杨和珍也罢 我们这次在世界上 看到我们的选手 有一个叫做自信心 那个自信是狭脸上 郭信淳是最典型的 我就是要破世界纪录啊 我们现在会运动完 有这样也就是台湾精神 所以说我们鼓励以后 不管遇到亚奥运的这种比赛 我们的球员里面 技术成本从运动生理学 运动心理学 运动营养学 我们政府有做 但是有心还不够用心 可以把这方面做得更好 再经过大数据分析 我们台湾的棒球也好 篮球也好 所有体育运动 这是激发全民斗志 最好的一刻嘛 好真的激发全民斗志 不过呢 今天也传出说 世大运发生了第一起性骚扰案 大家来看看 世大运主席亲自出马 巡视选手村 直视为安再加强 因为传出有工作人员 遭选手伸狼爪 当时这名正妹工作人员 走在天桥的时候呢 被一名斯伊兰卡选手 从后面环抱习兄 当时一名男性选手 在选手村专用天桥上 随即对正妹工作人员 强吻习兄 甚至要强加对方脸书 世大运主委会这边 其实有成立就是 24小时进驻的 信骚专人专辑 就负责这一块 那第一时间呢 其实就已经通报 那但是有立案 事后正妹崩溃报警 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是斯里兰卡级选手 事后也遭到 尽管停赛处分 但选手类似脱续行径 不是第一次 选手喝的烂醉 战斗站不稳 做事想呕吐 看得一旁司机先驾驾 这段影片也被民众 PO上网 指责选手们挡到车道出入口 不只场外脱续 竞赛场内同样状况连连 这个弄出来 这样可以拉开 然后这个从后折 不到手掌大小的名片 翻翻折折后成了锐利小刀 一名国中生进场时 竟然携带名片刀 幸好及时被拦住 世大运开幕不到一个礼拜 状况白出 也让警方疲于奔命 309正强张哲伟 新北市报道 在那么多人拒绝场合 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那我们也来看看 世大运选手们 他们在选手村 他们一定要吃到台湾的小吃 大家最喜欢的台湾小吃是什么 据说是咸酥鸡 还有牛肉面 而且说这中泡塞 每天要炸到晚上12点 都炸不完 其实要表扬一下市政府 他其实对于菜单这个上面 其实真的有用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到世界各国的时候 一定就是想吃当地的小吃 对啊 试试看 对 那你说 接下来来到我们国家 结果还是在吃 他们国家有的意大利面 披萨 其实这是已经不稀奇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看到 这是他们有分 这个字有点小啦 这是他们的那个菜单 每天的菜单都有分喔 他们都有分 像这个是台湾料理 一到七天 然后轮流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问他说 为什么你就挑这些几样来说 他说其实他们很用心在挑 如果说 他说真的很不敢吃 他们其实不会放进去 譬如说像猪血糕 对 猪血糕啊 但是他们那种 内脏他们都不太吃了这种 他绝对不会 但是后来我说 那为什么牛肉面这么卖 他说应该是因为国外 他们都吃牛肉煎的 烤的 然后不会跟面配在一起 还有汤 所以他们就用煮的 我真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稀奇 而且他们也吃到牛肉 然后我说那咸酥鸡呢 他说因为外国有炸鸡啊 可是我们的炸鸡 已经变成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口味 所以你再把它让他们觉得说 很惊奇就是其实 不是只有薯条 那个鸡肉可以炸 其实还有其他的食材 海鲜食材都通通可以拿下去炸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讲说 哎呦 这么多 然后我们还说可不可以 我们也进去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口味 到底是有没有到底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刚刚我们讲到说呢 这些来自各国的选手们 他们都很喜欢吃我们台湾小吃 第一名是咸酥鸡 再来是牛肉面 好我要请教医生哥 因为你跑遍了很多地方 去参加这种大型的赛事 你看看其他的选手村 他们提供的餐点 跟我们比起来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夸奖一下 我们的台北市大运 我们不管是选手村的规格 我们的硬体 我们给选手吃的东西 我们志工跟工作人员的亲切的态度 大概不是世界第一名 也是世界第二名 就态度非常的清洁 在国际比赛里面 你要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吃到面面俱到 就我知道超过八九种 各种不同的口味 你是回教徒也好 你不吃猪肉也好 你是西市的 你是中东的 其实我们都非常贴心 另外我就是工作人员 你只要任何困难 其实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世大运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还有选手村整体的硬体 如果你去看其他的 亚奥运的那些选手村 真的千仓百孔 漏水的 马桶不通的 什么状况都有 所以其实 还有灯光 因为你在整个选手村里面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 非常光亮的情况 避免有一些 可能不当的行为 或者是嫌疑的人 进进出出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选手村 从吃 住到志工到服务人 到赛场的亲切态度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还有送他们纪念品 我们的选手村是全新的 是全新盖 而且那个未来 他们是第一批住进去 未来是要作为社会住宅 对 所以特别新 有比斯拉运的执行委员 就是苏利琼 所带领的那个团队 因为不管交通 不管志工的招募 不管餐厅的设计 我知道那段过程 光餐厅招募 这些有关的人来 每天要做新鲜的食材 这个都是有一段 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 在这一点 我相信选手 应该不会有怨言了 他们甚至应该会传递 回去以后回到本国 应该会传递到 这次到台湾来 运动 就是像观光一样的 说奥运应该来台湾 我们可以申请看看 我们想要争取亚运 现在有机会争取亚运 因为亚运是八年前申请 然后2030的亚运 现在还没有开始争选 那八年前争选的话 应该就是2012年 这个2030年的 是在2022年 好 那时候就会争选了 那我觉得我们高雄 应该来争取 好来 这个好像若芳有带 这个送给他们 纪念手表 我觉得他们真的 非常非常用心 我们的市政府 大家都说 我们会送什么给 纪念品给这些选手 一万多名 至两万名的选手 是送这个表 一个一个 一个选手一个 而且这表 它里面有悠悠卡 而且还帮他们 有悠悠卡 它是跟悠悠卡结合 然后里面还 除值了40欧元 就是他们说 可能要出去坐捷运 然后现场工作人 就会教他们说 那你只要这样 BB一下 其实就可以使用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纪念品 会让 会让那个 我们的选手印象深刻 而且我要再讲一个 我们的选手村 是每一间房间 都有冷气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像我们之前局长 体育局长 他带队去参加排球比赛 国际比赛的时候 他们说 那选手村真的是 又热 电扇残藏又坏掉 没有冷气的 但是因为我们 体量就是说 我们这边很热 湿热 所以每一间房间 都是装了新的冷气上去 就是要让我们的选手 说进来到台湾的时候 能够看到说 我们对他非常友善 而且我们的餐厅 是24小时供应 因为之前有一些 随时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 你随时想吃 他都会有热的食物 在那边等着你 而且因为之前 有一些波折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清蒸料理 他有一些特殊的手法 他要先祭拜 还是什么 这些我们都会想到 所以他们的存房 是另外分开 而且房间 都是有一个朝拜 那个卖家的一个地方 都已经帮他们化好了 然后我觉得更贴重 就是 我们这次因为 刚刚有讲有色狼 其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运动有时候写气方钢 会去到处玩 所以在走廊 四大运选手 车里面走廊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 三万个保险套在那边 那现在是 已经用了很多 我们还没有去问说 他到底用了哪一些 因为去年里约奥运发 45万个 45万个 去年里约 问题点 在里约奥运 一万零五百个选手 十七天比赛 我跟省个平均一个人 要啪啪啪两到三次 一天 一天 你怎么可能 不过去年就要这样做得不好 因为从汉城奥运开始 1988年他开始发 为了防范艾滋病 后来到北京奥运的 那个变成纪念品 所以这次我是没看到 我是很想拿那三万个 三万个其中一个 所以想要当纪念品 当纪念品 因为那个size 听说欧美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好了 现在那个18禁 你都不能讲 我们先来看看 一个最新的消息 柯P神回王叉蛋 这个事情 真的被人家告了 我们看看 现在已经有热心的人士 跟台北地检署 告发柯P 涉犯妨害民喻罪 据了解 北检目前已经收到 告发案 同时分案 交由检方侦办 好 姚老师你怎么看 所以这个案子 会办得起来吗 这个我认为 应该有机会了 因为这个不过 罚起来 也就是一万两万的事情 那当然我真的 我希望不要碰到一个 有意识形态的法官 给他来个 赤头公权三个月 他刚好在明年 这个时候 可能就不好了 这个当然在刑法上 这个是 太故意了 对 太故意 像那个谁就是这样子 那个曾经有 选举的时候 我记得民进党那位 就被判赤头公权了 那他就连登记 都不能登记了 所以这方面 当然我觉得 柯P既然收回来了 他如果能够稍微道个歉 应该这个事情 应该不会有形式的问题 因为这个有 这个究竟 他只要在庭上 都还来得及和解 所以 我常说了 虽然网友很兴奋了 说很过瘾了 听任何这种脏话 三字经刊 第一时间 当然年轻人 或者有些人 讲出心里的OS 很过瘾 可是究竟不是 究竟不是 究竟不是好的 那收回来 在法庭上 对不对 或者他承诺以后 不要再说 因为他这样 他被鼓励了 一直说 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想这方面 柯P应该 他原来有个戳戳妹 各位记不记得 就在市政府 有戳戳妹 他离职以后 他发 当第一时间 在网友 还没有40多万的 叶小姐 那他就发了一个脸书 他就提醒市政府 现在的幕僚们 是不是 有的时候 也不要放纵 他虽然知道 年轻人会很爽 可是是不是 也还是戳他一下 好 帮我戳他一下 可能来不及戳了 还已经出口了 来 这种事情 我想法官 他会有很大的 财量空间 因为这次 以这三个字来讲的话 他那个整个的系络 其实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是比较是政治层面 就是作为一个市长 而且作为一个 世大运的主办国 然后我们出了 这样一个事件 让全国的人民 花燃 然后也让这个 世大运留下这个瑕疵 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要表达人民的愤怒 跟表达 我作为一个主办国的 城市的市长 他对于这件事情 严厉的谴责 他可以跟法官说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那种 愤怒的程度 所以这个政治层面来讲 它其实是有 政治跟社会的功能 可是这件事情 很显然 也有它的法律层面 也就是 比如说这个流言的小姐 是明白地被他指着骂王八蛋 这个跟陈抗是不一样的 跟陈抗的人是不一样的 陈抗的人可能法官 可以完全只照顾 那个政治性的部分 然后判他无罪 可是如果说 以这一位流言者的话 可能法官 他的采量的空间 可能会在法律上 就会追究柯P 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柯P他一方面 真的是凝聚了 我们所有人的感受 这件事情 所以他会得到 四十几万个赞 然后 但是法律的部分 他也说 他也说他愿意承受 那就如同 刚刚我们那个性骚扰一样 那其实在 在这种赛事当中 常常很多事情 是会发生的 那直辖市政府 他要不要用我们 性骚扰防治法的条款 直辖市政府 就可以罚还 他要不要处理 我想他们也都会有 很多采量空间 好 我们稍后来 要来看看 我们今天 这个中华队的 整个的赛程 还有哪些精彩的表现 同时还要来看到 是陈尤豪 他们是通气犯吗 现在说 要到菲律宾去投资 十一兆 休息一下稍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